很多人买房只会用个人名义 其实在澳洲除了用个人名义之外 还可以用公司和信托 我之前有出过影片讲解 用公司购买和个人名义购买 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 我会将影片的连结放在视频简介里 今集主要讲解信托trust 在澳洲trust除了可以帮你省税之外 很多澳洲人还会透过trust 用自己养老金去买房 自己不用拿钱出来买房之外 还可以享受到巨额的税务优惠 我和太太也有成立trust 自己管理自己养老金 自己不用拿钱出来之外 物业升值之后 是不需要交税的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 什么叫trust 什么人适合用 还有他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 大家好我叫Alex 有很多观众叫我做澳洲Alex老师 我亦有出版澳洲书籍 目前是澳洲书籍的 销量冠军 亦是澳洲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和持澳洲地产牌照的澳洲流专家 欢迎收看TotoTV 澳洲和香港一样 打工仔是需要强制性供养自己的养老金 但分别在于澳洲的供款 全部是由雇主支付 打工仔是不需要支付自己的养老金 而澳洲养老金的供款 比香港多很多 目前的强制性供款 是11% 而去到2025年 是会去到12% 而大部分的养老基金 今天会将你的钱投资在股票 债券 或者其他类别的 金融类产品 有买过股票的朋友都知道 你的股票 是可以一夜之间被蒸发 就连歌神张学友 亦都是雷曼大爆煲事件中 损失惨重 帮学友投资的 还要是某大银行的 资深投资经理 所以越来越多的澳洲人 他宁愿信砖头 亦都不相信这些所谓的投资专家 好像香港APEX事件 其中一个涉案人林作 大名鼎鼎的网红林作 他本身还要是 牛津大学毕业的大律师 他的律师牌一早没了 连他的财务策划顾问的牌 都被人中指买 说到这里 我遇到观众会这样质疑我 不是啊 Alice 那些基金经理 他们学历很高的 他们读很多书 识很多字 他们的英文 很厉害的 我的棺材本 都是交给他们管理的 怎么可能会输 我只是见到 学友因为雷曼这件事 要重出江湖 和大律师林作 买了虚拟货币的那些人 全部血本无归 喂 英国 牛津大学毕业 不是牛头过的 牛津补习 而购买澳洲物业 他是含地皮的 他的土地业权 是永久性 所以就算风吹雨打 海啸地震 房子没了 你都仍有快地 而且是会购买 房屋保险 房子破坏了 保险公司会赔给你的 而在澳洲 你随便躲起眼 买有地皮的物业 在过去十年 都会录得 跑夜通货膨胀的升幅 物业本身是 抗通胀的 好我们进回正题 澳洲人怎样 透过成立 Self Managed Fund 来达到 最大的 省税后果 刚才已经提过了 大部份澳洲人成立 自管养老金的目的 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养老金 第一步 你需要找专业的 会计师帮你 一般他们都会连 专业的理财师 和律师团队 专业的会计师会帮你 搞所有的 包括 税务策划 和所有的 法良文件 部份更加会提供 贷款 买楼 和放租的 一条笼服务 再高级一点的会提供 专业的税务策划 澳洲人叫做 Advanced Tax Planning 和普通帮你报税的 Tax Accountant 是两码之夜 而目前澳洲的法例 可以容许最多6个成员 加入这个 治管基金 可以是 爸爸妈妈 加上哥哥姐姐 大部份澳洲人 都是两夫妻加上 将他们两份的养老金 加上一起来做管理 而他最大的好处 有以下几个 大家都知道澳洲的税率高 普通的澳洲人 要交三成税 有些高收入的 甚至乎要交 四成五成的税 而养老金的好处就是 所有的收入 包括养老金 产生的收入 都是15% 而目前澳洲 养老金的 cap 是27500 澳币 很多高收入的澳洲人 他会 为自己提供额外的公款 尽用 27500 的cap 好像Walky 他的年薪 是10万澳币 正常情况之下 他要交25000澳币的税 而透过额外为自己提供公款 Walky可以省到 大概5000澳币的税 而第2个好处是 在你达到退休年龄之前 持有12个以上的资产 包括房地产 如果你出售的话 那个增值税 是可以享有 三分之一的折扣 最多 只需要 10%的税率 是比你 以个人名义持有 物业 出售 要交的 资产增值税 的税率 低很多 如果以个人名义持有 是视乎你 当年的 年收入是多少 如果你当年的 年收入是高 最多可能要缴付47%的税 即45%的个人所得税 加起码2%的医疗税 而透过养老金出售 只需要交最多10%的税 而好戏在后头 更加好处在后面 当你去到退休年龄 或者到你60岁 又或者成员处于 已经支付养老金的阶段 所有在养老金里的 收入或者资产增值部分 税率会变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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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30年后 到他们60岁退休的时候 这个物业从50万升到150万升到三倍都很合理 在这个时候 Wokie和他太太有2个选择 她可以继续持有这个物业用来收租 利用这个租金作为她退休的生活之用 又或者他可以卖掉 无论她用哪个方法 也需要交税 先讲第一种 如果Wokie和他太太把这个物业放租 租金收入是需要支付Income Tax 而一座細價樓來說 大概需要支付2-3千澳幣的個人所得稅 當然如果Walky手上持有的物業越多 稅率會幾何級上去 但是在自管基金的租金收入 稅率是零 即是一元稅也不需要交 接著就是資產增值稅 以個人名義持有 無論你什麼時候買 你都需要支付資產增值稅 剛才說了資產增值稅要交多少 就視乎你當年的個人收入有多少 就算Walky和Emily在他退休的時候 收入是零 但是由於物業已經升了100萬 因此 Most likely Walky和Emily 都需要支付最高的稅率 47% 而放在自管基金裡面 你的物業出售之後是零稅 是一元資產增值稅 都不需要交 當然了 自管基金產生的所有收入和賣樓 所得到的錢都要放回自管基金裡面 這筆錢是用來支付Walky和Emily的退休生活 而成立這種自管基金是有成本的 首先就是一次性的set up fee 以2023年的報價大概是幾千澳幣 而每年也會有一些會計費 而自管基金如果用來買樓的話 是可以借到錢 最多可以借到樓價的七成 如果兩夫妻加起來有20萬澳幣的話 就可以啟動用來成立這個自管基金 借錢下來買樓 而規則方面這個自管基金最多可以有6個成員 而這些成員是不需要有親戚關係 可以是老公老婆或者是老公和他的朋友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澳洲人都是以夫妻搭檔為主 也都有不少的爸爸媽媽當子女出來做事之後 會將子女加入自己的自管基金裡面 而另外就是所有成員都必須要受託人trust 而所有成員都必須要是這個trust的director 董事和shareholder 而股份分配是按照各自成員 對於自管養老金的供款比例而定 另外就是這個養老金的運作和資產和股理 必須要和所有成員個人的資產完全分開 它是會擁有一個自己獨立的銀行帳號 而這個銀行帳號是受到嚴格的監管 而成員是不可以擅自動用裡面的錢 另外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 需要設立一份具體的投資規劃 但這個不需要擔心 專業的會計師會提供一條龍服務 幫你搞定所有的 包括成立基金所有的法律文件 貸款、買樓、每年的報稅 幫你放賣租 它們是有些standard的template 包括成立自管基金所需要的法律文件 包括trustin、信托契約 另外需要設立受託人trustee 可以是個人或公司 大部份的澳洲人都是用回個人 因為會簡單很多 另外就是這個自管基金裡面的成員 最多是可以達到六個成員 這些成員是可監可減 剛才說了這個自管基金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幫你省到很多很多錢 特別是你買了有地皮的澳洲房子 房子升值之後是不需要交稅 沒錯是有一個setup fee 和每年都需要付少許的報稅費 但對於一個中產收入以上的家庭 或者兩夫妻加上有20萬澳幣以上的養老金 是絕對值得考慮的 反正我和我太太和周邊的一些 中產以上收入的朋友 都有設立這個自管基金 包括有很多人來澳洲 住了很多年的Uncle Auntie 那些老移民他們都有自己的自管基金 10個我認識的裡面有9個都是買樓 有其中一個是炒股票 講了這麼多好處 現在來講一下自管基金的缺點 或者一些限制 除了一次性的setup fee 和每年要支付那少許的報稅費之外 這個澳洲的自管基金 是不可以購買海外物業的 你可以購買澳洲境內的住宅物業 residential property 和商業物業 commercial property 所有類別的物業 包括新樓 二手樓 apartment timehouse 通通都可以購買 甚至所有商業物業 包括農場 warehouse 地鋪 office 全部都可以購買 你可以放租 或者升職值之後 出售都沒問題 但是就不可以租回 自管基金裡面的成員 又或者其他有關聯的人士 也不可以做你的度假屋 或者做你的私人用途 必須要是一個放租的用途 這些common sense 最後就是這個自管基金 適合些什麼人 第一種就是在澳洲的打工仔 好似Walky和Emily的case 他和他太太加起來 已經有超過20萬澳幣的養老金 以及他們繼續在澳洲打工的話 他們是適合設立這個自管基金 向銀行借錢去買樓 利用這個租金去還貸款 另外就是他每個月 雇主幫他供的養老基金 都可以進入這個自管基金 去加速還款 以一個中等收入的澳洲家庭為例 他大概5至10年就可以利用 公司幫他供的養老金 以及本身投資物業的資產增值 以及租金大概5至10年 就可以買多一間投資物業 另一種情況就是 剛剛過來澳洲的新移民 你可以將你香港的NPF Rollover Roll過來澳洲 利用這個錢幫你成立自管養老基金 對於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有開公司的朋友 你每年可以幫自己 供最多27,500澳幣的養老金 到你的自管基金 這些錢可以從你的公司拿來購稅 再利用這個錢 在你的自管基金拿來買樓 好 記住 重點是 到你退休的時候 在你自管基金的租金收費 是零交稅 賣了樓 升了值 增值那部分 亦都是零交稅 好 今集就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訂閱點贈 以及幫我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按個鈴鐺